各位观众想看最新的节目 请按这个钟 订阅公联业华YouTube频道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这一集公联业华 最低工资检讨机制日前又公布了 其实有一些不同的政策出现 包括一连一检 或者可加不减的机制方程式等等 另外亦都说会有一段时期去做一些检讨 所以今集公联业华就请来公联会立法会议员 兼且也是劳工界的议员 各位强 一起去谈一下检讨机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强兄你好 想问一下 无论是特首或者政府都已经宣布了 最低工资有一个检讨机制的出现了 其实我们的劳工界又收不收获 你听到公会的一些声音又是怎样呢 很坦白说 今次的检讨虽然不能够说是尽于人意 很漂亮很吸引 没治愈 但其实今次真的要解决过去十几年 我们一直强调的两年一检那个弊病 特别是在2021年冻了一次之后 其实2019年那个旧数 用足四年那个问题 令到我们的基层工友四年在肚皮 因为其实期间一直都有通胀 今次是聚焦要解决那个101检 所以就要用一条容易用容易明的方程式去定 所以今次是做到101检的 还有有一个方程式 不用再像以往那样 抄一大盘数算半年 然后都是一元几毫的事 所以今次在解决问题上 都是对值下约和聚焦的 其实我们以前在低资会的层面 又代表在低资会 现在都有 现在都有 其实以前往往在谈谈的过程中 尤其谈过今晚的时候 纷争不断的 大家是争吓不断的 但是其实如果有方程式的出现 当然对于前线工友来说 既然有方程式 当然是最好的 还有如果有方程式 就避免那个争吓点 刚才也提到 更加重要的是今次就是有一年一点 这个是争取了很多年 希望可以追回一些落后的情况 这些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还包括他说 方程式一定不会低于通胀 对了 因为你是可加不减的 对吧 所以其实基本表面 看起来都不错 都相对令人有一些接受的地方 但是我又看到有一些 叫做还有不足之处 对了 例如他那个方程式上面 也都计算了一些上限 最多是1% 但是如果那一年 突然间的经济是很好的 我们以往都曾经试过 有一届都是加了3元 如果他定了这个上限 对于分享经济成果的部分 好像又差了一些 那你又怎么看呢 虽然这条真正的方程式未出来 现在都是坊间全民的方程式 就是用通胀去打底 就是说 起码买得回通胀前的货品 通胀之后 人工都追到 买到 另外呢 就要加一个分享经济成果 就是我们很强调的 就是政府现在用个数 大家估计的一个数 就是用本地的生产总值 就是用今年的那个 减减过去10年的平均 就得出一个数 刚才阿诚说了 可能封顶是1% 就是说如果通胀是4% 而这个又这么好 这么帥仔 拿到尽 加1%就是加5% 那当然 就是在分享经济成果那里 做到一些功夫 但是大家会关心的 就是如果突然间有一年经济很好 大家都见到我们经济转型成功 新质生产力很好 赚大钱 是 明明应该经济成果那里 分到4-5% 但是最后限了1% 那是不是对我们不公平 是 这个是要考虑的 所以我们都在议会那里 都提醒了 政府尽快给一条方程式 我们议会审议 希望在中间再做一些调整 这是第二日 另外第二当然 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十几年了 是 本身的基数偏低 没错 就是 大家记得2011年 虽然28元落地 但是 是 是 当年其实已经说了32-33元 差不多 到今时今日 就说加到40元 已经十几年了 是 十几年加到40元 但是如果根据我们去计算方法 真是离行离辣的 所以基数如果不变 你想想 28元加2% 和40元加2% 是两件事 所以基数很影响 调整幅度 得出来的结果 这个也是 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前线工友 改善生活 是的 其实我们看回会不会可以争取到 一来就是基数 就可以调升 再按照方程式去调整 另外就是 会不会到了一定的年期 比如 会不会推行了5年 做一个大的检讨 接着再去令到这个 优化 就是令到最低公司 因为始终最低公司 我们一直都说 保底作用 对于一些没有意价能力 即是基层工友 是要做到一个兜底的作用 所以会不会可以调整基数 以及令到有一个大检的情况 这个是必须的 我们在要求政府检讨这个机制的时候 已经建议要有一个指定的年限去做检讨 这次政府抛出一个5至10年的方案 听到局长的初步回应的口问 都不太差的 即是说5年都可以移动的了 即是不会去到第10年才给你谈 但第5年已经可以谈 即是说这个新机制 走5次左右 就可以谈了 这个也是一个进步 大家都明白 政府其实都挑通眼眉 如果最低工资不贴市过低的话 有两个情况 第一就是它的社会福利开支会增加 例如在在职家庭津贴那里 它要多一点钱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会影响劳动力 投入劳动市场 所以政府都很紧张 即是说我们这么缺人的时候 如果你的最低工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或者是不贴市的话 就会出现刚才所说的情况 是的 没错 刚才强卿也提到 如何可以鼓励就业 其实我们以往也都提过 如果拿最低工资的 即是出来我辛勤做事 但原来拿四人家庭的纵援 计算数据差不多 那怎样可以鼓励到别人去 即是出来做事 所以呢 即是我们都希望 加上就是 这个叫做那个金额的基数 不是我们 即是只有我们公团会讲的 其实呢 有不同的労工团体 又或者有些基层组织 以至到有一些社福的机构 都有提过 其实这个数字 未能够令到一些基层市民 可以过到较好一点的生活 又或者是叫做一个 叫做劳动尊严 或者是可以分享经济成果的一个金额 所以希望特区政府 和最低工资委员都可以 尽快去优化这个做法 我想补充一点 虽然今次的机制的调整 大家都基本上估计到 以及都有一定的看法 但在这儿必须强调 其实我们对于生活工资的追求 是没有放弃的 是 只不过现在经济环境 限制太多 不能够一次过做到 但是长远来说 我们真的希望生活工资 能够更好地保障到 我们基层的员工 因为第一个水平是会再高一点 第二就是真的可以 在刚才你说的劳动尊严那里 真是给我们前线打工仔女 一份光荣感 和一个基本生活 是可以逐步改善的 没错 最重要是 劳有所得 还有就是 所有打工仔都可以分享到 经济发展的成果 好了 今集公联业话又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